我們一定 反對 中國的併吞 維護台灣的主權 也敬請 全國的護老鄉親能夠響應 用具體的行動 維護 台灣的主權 以及台灣 民主自由 人權的生活方式 所謂九二共識 只有一個中國原則 並沒有中國國民黨所宣稱的 一中各表 台灣也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也就是 香港跟澳門的一國兩制 因此 今天台灣本土社團跟我本人 公開跟社會大眾報告 也呼籲社會大眾 將 明年 1月11號的總統跟立委的選舉 把它定位為 反抗中國的併吞 反對 中國 一國兩制的主張 我們 捍衛台灣的主權 也維護台灣民主自由 人權的生活 當然 我的主張是 和平是對外的最高 最高原則 對中國 也不例外 我們在兩岸的關係上面 也不例外 我們是 反併吞 我們是反併吞 捍衛台灣的主權 要維護台灣 自由民主人權的生活 所以呢 我們運用了種種的力量 包括外交的力量 國防的力量 國安的力量 經濟的力量 還有 國人 全民團結的力量 我剛剛都有一一跟大家表述過 但是對中國的態度 那我的立場 也從來沒有改變過 認為 我們應該要 自信的展開交流 求同存異 然後透過 交流 增進彼此的了解 理解 諒解 和解 然後 和平發展 那今天 記者會的時間 也非常 恰當 剛好是在 香港 戰中 久止 被判決 徒刑 要入獄 服刑的時候 我們都很清楚 香港是 一國兩制 目前是屬於中國的領土 是執行一國兩制 但是五年前 香港的民眾 也追求真民主 他們要求普選他們的特首 因此呢有群眾運動 街頭遊行 也 因此呢 許多人被逮捕 在昨天呢 香港的法院 也已經 判決 香港九子 戰中有罪 要進入監獄服刑 那這個 這個給我們怎麼樣的 啟示呢 第一個就是 即使是一國兩制 在中國的保證 在中國的保證之下 仍然不可得 在 人民 集會結社的權力 被剝奪 在議會內的否決權也被打破 換句話說 香港正面臨的體制外 跟體制內 民主的打壓 在這種狀況之下 香港的 應見不遠 如果談 西藏 五六十年前的 歷史還太遠 那香港的事情就發生在這幾年 我們敬請全國父老鄉親 能夠以西藏為賤 以香港為賤 台灣 只有獨立自主 人民 才有可能 幸福 我以上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